回想2015年 当初代暗黑地牢正式推出抢先体验版时 它可以算是玩家们心中的意外之喜了 颇具策略性的RPG系统设计 压力值系统 尤其还有出彩的旁败配音 基于以上这些特点 暗黑地牢一新推出便迅速成为经典之作 想要再创佳季并非一世 不过开发团队还是决心要放手一搏 如今暗黑地牢2的抢先体验版本已经面世了 好消息是二代的游戏架构与前作有别 技术层面上的改进也足以证明续作的价值 虽然还是原来的配方 但味道却充满惊喜 可惜的是本作在某些方面还是烧嵌火候 想要接过一代的火炬 还得修改或调整相应的游戏内容才行 两座暗黑地牢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续作压缩了剧情的规模 不仅是流程变短了 玩家们能接受到的剧情故事也变少了 在整段主线中 玩家将随四名角色与一辆马车踏上新的征途 启程穿行于敌人的领地之间 每隔一阵就有机会在路上升升级 也就是说相较于前作上百小时的主线内容 本作中一张仅有五至六个小时时长 而按照游戏界门上所展示的那样 本作总共只设有五个章节 如此一来 玩家们可以更轻松地点开或是退出一局游戏了 但我个人更想念精心管理一整对角色的感觉 叙速的规模变得紧测之后 运营操作试变得简单了 可游戏整体上却没有那么扣人心弦了 当然小规模的主线内容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这一点体现在了人物塑造上 暗黑地牢二里的角色不再是职业工具人 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如今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独立的个体 游戏会在回闪进行中 让玩家们了解每位角色的背景故事 偶尔还会做一些战斗解密要素 如此的确大大充实了他们的人物形象 暗黑地牢二与前作的另一处不同是 现在玩家们可以让队伍中的角色 相互成为好友或是成为劲敌了 在保留了生命值与压力值的同时 二代还引入了好感度系统 用来表示每名角色与队伍里其他人的关系 当两名角色进入好友或劲敌的关系之中时 人物属性还是会得到相应的加强或削减 甚至还可能在战斗中触发特定的额外行动 如果某名角色的压力值爆满了 那么该角色和队伍里所有人的关系都会变 也就是说在实际情况下 高压会导致角色间关系破裂 从而触发一连串的负面情绪 从理论上来看 这是个不错的设计 在初代暗黑地牢中 单个角色满压力后将有概率进入异常状态 从而变得偏执或恐惧 二代则是把这个特点应用在了准之小队的动态上 可惜的是 该系统的架构与平衡性尚有不足 这些毛病也让整个游戏变得快要失控了 第一个是概念性的问题 暗黑地牢2的队伍由四名角色构成 两两搭配后共有六组不同的关系 与此同时 每名角色又拥有各自的生命条与压力条 游戏的核心机制就这么被割裂开 被塞进许多不同的计量条里 很难让人同时留心注意它们 就算是到时候真的触发了 玩家也不会有多大压迫感 该系统的另一个问题是 在抢先体验版本中 它的平衡性真算不上有多好 如果玩家想认真管理队伍中的压力值 那就基本得在每轮游戏最开始时 升级一项特定技能 并在接下来的流程里反复地使用它 或者也可以干脆不去理睬压力值造成的影响 根据我的试玩经验 至少在游戏初期 一边顶着劲敌关系带来的属性削减 一边继续游戏倒还挺轻松的 这些负面效果当然很烦人了 但也不至于完全毁了当前的一轮游戏 结合以上诸多因素后 一代暗黑地牢所独创的 标志性的紧张氛围也就不复存在了 从前我总是陷入两难的抉择之中 我该放弃这局吗 还是应该迎难而上 而暗黑地牢二里的一轮游戏 只是数小时时长的单次流程 玩家没有中途逃跑的能力 也不能根据当前队伍中的角色来获得部分相应奖励 要么向前推进 要么全部重新来过 但无论是好是坏 暗黑地牢二整体上都不如前作那么扣人心弦了 即便有所不足 暗黑地牢二依旧是一款扎实的即使游戏 其战斗系统与前作大抵相同 作为一维的策略游戏 玩家们需要在一条直线的方向上 面对各种怪物 基于角色站位 使出适当的技能去猛击削弱或是击杀敌人 不过游戏中的模型与动画获得了显著的提升 当玩家点击不同的战斗技能时 游戏角色也会随之移动或摇摆起来 一副准备要攻击的样子 前作中的视觉风格被原汁原味地延续了下来 音乐编排及音效设计也再次达到了一流水阵 游戏标题画面预告了未来的四个新章节 除了最终BOSS战以外 我很好奇开发团队还会引入什么样的全新设计来保持本作给玩家的新鲜感 目前游戏中只有九位可操纵角色 所以新角色的设计空间也很大 总的来说 暗黑地道2的抢先体液版本还是为玩家提供了大量的游玩内容 这一周里我玩了五六遍才将它打通 虽然以前作截然不同 但也的确诚意十足了 在暗黑地道2抢先体液版刚推出的几天里 游戏凭借其全新的游戏机制 3D美术风格以及余下的新颖之处 它就已经能跳出前作的框架 并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了 公路旅行式的主线结构既没有在前作的基础上炒冷饭 也保持住了游戏节奏的紧凑与专注 不过当焦点缩小后 原作大体量内容中的一部分魅力也就此丢失了 我相信本作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若想继续缔造传奇 开发团队还得继续努努力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